新年首日 人们对即将展开的一年充满期待 尽管疫情令生活变得艰难 但希望仍在处处绽放 3 2 1 新年快乐 今年仍然未能看到过往热闹的迎新敲钟仪式 人们通过无接触方式许下心愿 祈求健康 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新年的第一名新生儿降临到了我们身边 1月1日零时零分 3.44公斤的女孩 恭喜你们 经过因新冠疫情而加倍小心的一年的等待之后 迎来第一个孩子的家人无比喜悦 孩子父亲表示 想对妻子说真的辛苦了 也希望能让孩子幸福 去年8月从阿富汗来到韩国的特别有工人员中 也有家庭在新年首日凌晨迎来了产子的好消息 新年第一天 果书集市开始今年的营业 商人们怀抱着今年将有所不同的期待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一名商人表示 希望新冠疫情尽快结束 回到以前的生活 小工商户遭遇了很多困难 希望大家不要气馁 在尚未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机场内 货机占满了空位 装载着半导体等出口产品 开启新年的第一次飞行 疫情后被解雇和数十年间处于长期被解雇状态的劳动者 满怀回归岗位的希望 叩拜了108次 新的一年 祈愿恢复日常生活 回到工作岗位 1.018次飞行